这两个队意义重大 现在许欣发球 大家可以看多岁的老将 他现在又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黄金期 一段时间非常成功 刚刚战胜了张继科3比0 我们知道纸板是亚洲的打法 这跟吃筷子 用筷子有关系 欧洲是横板的 所以纸板运动员发球和前三盘比较好 这两个运动员在这方面都很突出 许欣在调打的时候球失误了 在平朝联赛中有一句话 叫得马林者得天下 也就是说在这张银行和好帅和波尔 其实是实力最强的 但是在去年却输给了 三郎支撑 主要讲的就是他的精神特质 拼劲很高 打球很有节奏 特别是在节奏和韵力上 可以说非常突出 他能够掌握这个节奏 那些速度快的球 他也能够打球 4比7落后3分 反拉 刚才大家看到了河北大洲海润俱乐部的主教练 刘教练 坐在旁边的是国家队的著名动员牛建峰 这次许新领衔的大洲海润俱乐部 把主场也是设在了 然后呢 过那边是大同虎 如果往北京呢 往南走的话 双方采取的策略都是压反手 可以看 沃尔是欧洲最强劲的运营 到中国参加拼抬联赛的主要目的 就是乒乓队在关键球处理上呢 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高抛 反拉 这个球许新是胆子很大 测得很开 但是由于马林的球 这样马林呢 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结果是连得 这样呢 这伤一伤现在是1比0米间 如果马林要取得胜利的话 那么这伤将2比0米间 后面呢 将进行放大比赛 纸板对纸板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这个对决 因为我们知道呢 纸板是中国的一个主流打法 其实这个直线到了中国 但是由于中国的能力强 所以呢 中国运动员呢 就是有了有刘南葵啊 金泽珠 中国后来啊 像习近平 后来呢 就出现了刘国梁 杨颖 然后呢 由马林 王浩 许新 是纸板找到了真正的出路 但是马林现在都是反手攻或者反手推 而没有直板的情况 直板横拉 出界了 他在前面呢是输给了波尔 反手推挡了 你看马林 现在这个直板啊 呃 要想成功的话难度要比横板大得多 通常说呢 全世界啊 这个运动员普遍来说 十个人有八个是用横板 但是呢 在世界大赛中 直板和横板啊 在前几名里几乎是平衡的 虽然说比较难练啊 但是呢 他的技术难度大 反过来 别人也不好适应 就用戏为对 十发球了 大球 4比5了 高抛 许欣拉起来反拉 这车打得非常漂亮 大球 这球套 抢到了是钻机之枪 他说我们的主要目的啊 搞这个比赛 就是 所以这也是现在的这个 中国体育市场啊 比较好的一个 大球 八球 控制啊 也是比较强 反拉 漂亮 拉中路 这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防守的重要性 球 本来是防不住的 你给防住了 那就里外里得两分 现在许欣发球 半高跑球 擦网 白短 高调弧圈 连续拉 调正手 压反手 这是打纸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 纸板 很拉 现在中国乒乓球啊也是建了乒乓球学院和学校 现在第一局就是领先的成员下 变马铃参盘 那么第二局 现在史心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准备 这球打得太快了 你可以看到史心呢虽然个子很高 打得很柔和 但是球呢 快起来以后啊 并不慢 大家可以看 这个球反的很好 接着正手反拉 马铃这时候身体没有让开 挡住了鼻子的领域 这样时期呢就拿起来一局 双方打成了1 稍后我们来看 三局比赛 所以西方福尔要求这种领域在这个领域 大家注意马铃啊 钉球钉得很死 白板 好的 马铃的手腕有个拧的动作 把这个拧了以后这个球呢 今天许鑫和马林可以说 对他来讲心理上还是有优势的马林 所以今天马林是憋足劲 就是要赢许鑫 所以今天马林到赛场到的也比较早 而且充分的做了准备活动 和他的丈夫刘教练 现在所用的乒乓球器材 童双喜包括天宿地交 都是国产的产品 高调弧圈 这也是个特点 就是拉高调是技术上的一个新的特点 你看这个球也是高调弧圈 低弧圈的高调弧圈 中国可以看到像波尔 像水谷笋 像这个 他说要想能够提高水 韩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到赛 甚至丙级联赛 只有这样我们的运动员 才能得到更好的锻炼 是周年 所以这个宣伟一方可能会怎么样 而且你要做出多种的这种进发球 翅膀空拉 有些球是进攻得分 有些球是防守得分 这场行航的运动员 所以运动员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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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一个选择 大家看 他突然高了 这时候马林车空抢了 所以为什么他能攻呢 是因为他控制的好 你控制的不好 这个球又是没有接好 所以马林他关键的时候 他算得好 他脑子里在算 哪些球你会吃 哪些球你会吃 我觉得他希望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是2008年奥运会的 这个得主 冠军者最困 最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该上谁 其他队是没有人 奥运会是他的最终的目标 所以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精神 支撑着马 又再次闪光 特别是在这边 我看马林发挥的也非常出色 反了 擦边了 这个根据规则规定 就要看 反了 就是马林在打的时候 朝一步流水 你打到拍边上了 桌冰这球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个球又是宝度上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中国现在年轻的纸板 练三年和一个纸板练三年 肯定横百年 纸板可能需要练六年 练齿平的时候 纸板就显出它的优势 当年马林才 成为了宣化古城的一个热点 很多外地的朋友 包括北京的朋友都专程到现场 终局咬住 到这个关键的时候 关键球 来许新发球 拉起来 马林许新的经历 也是中国乒乓球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特征 乒乓球训练 而马林是跑到了广东汕头乒乓球学校和刘国正 几个人去训练 几百 就是你是北京人 但是你可能到别的地方去打 你看马林 就是来自安山市 后来到了北京去 那么到了俱乐部以后 就是看你是加盟到哪个俱乐部 他从小到了广东 注册在广东 但是他现在到这商俱乐部 反手 所以两方都是尽量回避自己的反手 可以看到 世界冠军多 你看许新是世界冠军 那么在 现在马林发球 高抛球 许新把球挑起来 你看马龙压到了许新的反手 这样憋住反手 这样马林就以11比6 最终以3比1战胜了许新 在近期 由于许新先胜了一次马龙 马林 这样双方就打成了1比1 今天我们欣赏到了 两个直板的最高水平的教练 充分体现了 发球前三板 正手进攻抢攻的这种优势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收看 是蔡明姐说的 再见